28年,在威廉伯德二世所写的《弗吉尼亚自然史》中,他这样描述飞鱼,当它们在沉乱的时候,所有的河流和水域都被它们塞满了,只有亲眼见到这一精诚的景象才会相信,那里的飞鱼跟水一样的,简而言之,那真是不可思议,那里能发现的飞鱼数量真是多到无法形容, 也无法理解,你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